中欧班列 中国遍地开华 开通城市超过30个 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 往来中国和欧洲的货物 在短短十多天 行程上万公里 跨越数个国家的旅程之中 货物在各个环节如何对接 中间遇到的种种困难 如何克服 一般人理解呢 或者说没有深入去看过 中欧班列的人 可能想着 我们出口的货 装到集装箱里面 往铁楼上一吊 然后一万来公里就出去了 就运到了欧洲 其实中欧班列的货物 从起点到终点 其实这趟旅行 还是蛮艰辛的 货物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往来 整个过程如同接力跑 参与者的数量之多 超乎我们的想象 中间各个环节需要克服的困难 层出不穷 它涉及到了制造企业 商贸企业 代理公司 平台企业 资金结算公司 还有这个报官报宴的政府部门 铁路的发送端 到达端 中转端 各国都如此 是吧 这一大堆 应该说涉及到的领域众多 部门繁多 人员更多 中欧班列在十几天的时间内 形成上万公里 在有限的时间内 数十个环节需要紧密配合 共同保障货物的安全与运输的效率 2013年 郑州市开通首趟中欧班列 三年后 在郑州的超市里 市民们第一次享受到 通过中欧班列带来的进口食品 我之前在巴国斯留学的时候 经常喝这个牌子的牛奶 然后我到郑州工作以后 很长时间没有喝到的 今天在这个超市 竟然看见了这个牌子的牛奶 感觉很亲切 人们在享用这些优质进口牛奶时 并不会在意 它是如何被运送到自己面前的 实际上 这些牛奶在运输途中 必须用到一种特殊的集装箱 郑州路港 但公司的仓库前 工作人员正在从特制的集装箱内 卸下一箱箱的牛奶 这些来自白俄罗斯的牛奶品质优良 然而在运输途中 却存在着一个严重问题 这是我们冷藏箱的内部 在郑州班列运回的十多天的过程中 会经过像俄罗斯地区那样的严寒地带 如果是普通的货物 装进普通的集装箱中 会造成一定的损害 班列途经哈萨克斯坦时 温度会降到零下40度 超低温的环境将使牛奶结冰 结冻后 牛奶中的乳汁会凝结 造成油水分离 从而使口感明显下降 我们这个冷藏箱可达到正负25度的温度调节 远程的监控远程的调温 以此来保证牛奶它的恒温的一个条件 也就是可以把我们的牛奶保证最原始的口感运回国内 冷藏箱起到的其实是保温箱的作用 虽然看上去原理并不复杂 但是因为在运输途中 班列无法为保温箱供电 所以每一个保温箱都需要有一个柴油发动机 自行供电保温 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 同样是保温箱在重庆似乎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重庆管达公司 工人们正在将价值数百万元人民币的笔记本电脑 装进保温箱 在销售旺季 这个工厂每个月会有超过300万台笔记本电脑 用保温箱运送到欧洲 在重庆中欧班列开行之初 没有采用保温箱之时 第一问问题 曾经给广大公司带来不少的麻烦 最早的时候是用空气包做保温 然后再来他们研究是用盐水袋做保温 通通一路试验 但是效果都不那么好 因为我们的产品要到零下40度左右 所以会损坏到我们的产品 所以政府一直研发 搞了这么一个保温柜出来 现在装到欧洲去是没有问题的了 现在的广大公司再也不用担心温度的问题 重庆中欧班列的平台公司 还可以提供更加全面的帮助 蓝色的点代表的是我们去城的班列 现在目前的位置 红色的点代表的是我们回城的班列 黄色的点是这些班列上面 所装载的集装箱的位置 在集装箱中安装的电子设备 不仅可以探测和调节集装箱内的温度 而且可以让客户实时观测到货物所处位置 大家看到的这里是我们目的地 德国杜伊斯堡DIT的那个车站 然后集装箱到达了DIT以后 然后离开DIT 然后我们可以精确到每一个 每一个准确的地理位置 每一个街道 然后直到最终的目的地 保温箱与远程遥控的监控设备 解决了货物安全问题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效率问题 这是整个服务链条中 所有参与者面临的共同问题 这个问题在郑州国际路杆公司 拼箱部尤为突出 每周的话散货 大概就是在1500方到2000方左右 总共有就是40到50个 40尺的集装箱这个货量 为了服务更多中小客户 郑州中欧半列平台公司 为众多无法整箱发货的客户 提供拼箱业务 拼箱部的主管陈洪超 是这个部门的元老 从收到货物开始 留给陈洪超团队的时间 最多只有48小时 他们要把成千上万件散货 有序地装进50个集装箱内 从卸货 理货 设计方案到装箱 高效合理固然重要 更重要的是 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前期我们就出现过 就是因为现场操作的疏忽 造成就是发往白俄罗斯的一票货 和这个发往德国的一票货 出现了混淆 当时陈洪超从白俄罗斯海关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迅速将货物对调 如果当时处理稍有不当 就会产生更严重的后果 如果这个事故不及时处理 就会造成两票货物 分别被两地的海关进行扣押 然后没收 甚至销毁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你这个货物 和你报关的单证不符 造成这种单货不符 就会涉嫌走私 为了避免查错 陈洪超和他的同事们 必须制定出科学的流程 每一件货物到达之后 他们需要在货物上面 贴上两个标签 每一票货物确认之后 都会张贴一个大标签 这个大标签的作用呢 主要就是指导我们现场的作业人员 来进行这个区分货物 另外呢 针对于这个每一票货物 每一件都会有一个小标签 这个小标签上的信息 主要就是一个是仓位号 另外就是目的站 货物的品名 以及它的包装形式 每一个集装箱 都会有一个装箱方案 列出项链货物的内容 和每一件货物 在集装箱中的具体位置 装箱方案会发送 给国外的差项代理 确保万无一时 与时间赛跑 体现在中欧版列的各个环节 这其中压力最大的 要属铁路系统的各个单位 重庆铁路集装箱中心站 是中铁连级 在中国设立的 18个现代化铁路集装箱 中心站之一 2009年 中心站成立之初 便来自工作的无波 见证了中心站 迅速成长的过程 2010年的时候 我们全年的作业量 是19.6万标箱 今年我们会达到 42万标准箱的作业量 重庆中心站业务的 主要增长点 来自中欧版列 逐年增加的货运量 为了高效安全地满足 中欧版列的需求 重庆铁路集装箱中心站 不断加强现代化水平 智能化管理 从货物进门便已开始 我们这个智能大门 是四进三出 所有的智能大门 都是安设了 那个自动识别的一个系统 极卡车进入这个通道以后 我们会通过 这个自动识别的系统 对集装箱进行验产 同时通过它的箱号 或者车号 进行自动的识别 整个识别只需要 八秒钟左右 每天都会有数百辆 集装箱卡车 有序通过高效的智能大门 在识别每辆卡车的 集装箱相好之后 智能大门会在三秒内 打印一张进门单 进门指示单上 会告诉这个司机 这个车进入厂内 到哪个街区 哪个备位 去停靠等待作业 然后门雕司机 它的龙门雕上 有一个智能终端的系统 它可以通过这个智能终端 一看这个车 就知道这个箱放哪 或者它提哪个箱 整个过程非常高效快捷 按照金门单的指示 集卡车司机 将装载的集装箱 运送到海关监管区 由海关和检验检疫部门 进行检查 并等待车辆调配 中心站负责集装箱的始发 以倒战作业 另一个铁路部门 正在紧张地进行 车辆的准备工作 重庆兴隆厂编组站 中国西部最大的铁路编组站 中欧办列重庆始发的列车 全部在这里进行调配 计划到了以后 现在时间比较紧 因为上午来了计划之后 要我们马上扣车 然后完了联系列检 进行检测 还有通知机务 完了把机车进行安排 能够必须要在18点之前 到达团列重站 这样才能保证 我们夜间的装车 上午8点 调度车间主任党小孟 接到今天的调车计划 他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布置调车任务 保证80144中欧办列 在第二天上午9点03分 准时发车 现在这个办列 开行越来越频繁 以前大海刚开始的时候 那时候一周就开行 两到三点 现在几乎是一周要开7列 最多的时候开了9列 随着办列数量的增加 留给编组站的时间 越来越短 尽管新龙塘编组站 每天结编2万辆车辆 但仍然需要 优先保证中欧办列的 车辆准备工作 这个被称作 驼风的吊车线路设备 用来解体和编组互列车 中欧办列使用的是 装载集装箱的专用平板车辆 编组站要尽快准备出 今晚装车的44辆平板车 并对它们进行严格的检查 负责检查车辆的利检员 被称作中欧办列的安全卫士 做了20年利检工作的 吴鸿章 甚至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现在中欧办列应该 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 比普通货物列车 最高时速80公里 它整整高了40公里 那么它的腰起高头 特别是对我们 车辆的几大部件 我们的勾缓部 走行部 空气自动部 还有我们的连缓部 都要着重地检查 敲击车轮 搬动勾缓 在外行人看来 列检员的工作似乎十分简单 它们也并不清楚 这些动作的实际作用 轮车上如果说有故障 在运动当中 它就会有冲击力产生冲击 产生轮轨的一个动动 对车辆的运行品质是费大的伤害 特别是对我们的车辆轮队的轴层 它可能产生高温 发生热轴故障 甚至于轮队故障的话 通过一线路 它可能产生脱轨事故 甚至于造成颠覆 这些钢铁车轮 看上去十分坚固 但也并非绝对安全 那么通过敲击 如何辨别车轮的好坏呢 如果良好的轮队 进行敲击的时候 声音是非常清脆的 如果有故障的轮队 敲击的时候 声音是比较沉 比较闷 有一种破的响声 两个小时之内 吴鸿章和他的三位同事 要将200多个车轮 逐一检查一遍 而这只是车辆检查的 诸多项目之一 11月的重庆 气温不足10度 在雨水中 体感温度会更低 吴鸿章和他的同事们 早已习惯了 在各种天气调剂下坚持工作 我们为中欧班的保驾护航 我觉得现在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品牌 为国家一个这么优秀的品牌 来奉献出自己的一点心意的话 我是应该非常自豪的 检查好的车辆会在下午6点前 运送到重庆铁路集装箱中心站 接下来的工作 就是将数十个集装箱 安全地吊装到车辆上 下午7点半 龙门吊司机开始点名 29岁的袁杰华 2010年来到重庆铁路集装箱中心站 当上了一名龙门吊司机 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站台上集装箱的吊装作业 6年来 袁杰华见证了这里发生了巨大变化 比如说现在你们看到的 这下面堆满集装箱的场地 在以前的话就是一片荒地 砸满的杂草 但是现在因为发展的需要 我们这边已经建成了一个 能完全作业的一个新线树 四线树 我们这边我感觉 还是发展的不错 夜色降临 袁杰华开始了今天的工作 最初来到重庆站时 袁杰华的主要工作 在白天基本就可以完成 随着中欧班里的开通 从2014年起 忙通宵的情况开始越来越多了 当时随着中欧班里的开通 我们的作业量也是直线上升 当时的情况就是什么 我们夜班的话 比如说是从七点半点明开始 到第二天早上八点钟 可能接十二个半小时 但是在这十二个半小时当中 我们夜班有可能只能休息一二十分钟 在袁杰华的记忆中 最忙的时候 一个晚上要吊装三百个集装箱 平均每两分钟吊装一个 吊装工作需要精神高度集中 稍有闪失就会造成事故 你如果说这个位置对不好的话 也有可能把集装箱给砸了 有可能它下面有四个锁头 如果说你没有对准的话 然后落的速度比较快 甚至可能把集装箱砸坏 砸个眼也有可能 做龙门吊司机之前 袁杰华学过排版 干过销售 甚至做过游戏带炼 虽然有人觉得他这个工种过于枯燥 但袁杰华却乐在其中 我父亲跟我说过 他说你如果说四块金子 到哪里都发光 不要四块蛋 走到哪里黑到哪里 既然我选择了这份工作 那不管我以前做什么 但现在我也一定要把它做好 六年的时间 井元金华吊装的集装箱 超过十万个 如果逐一叠加 高度超过三十个珠穆朗玛峰 经过一夜的紧张工作 中欧半列8014次列车 安全准时地完成吊装任务 袁杰华可以放松一下经过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而在兴隆厂边组站 列车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已经开始 车头与车身连接好之后 吴鸿章和同事们 需要进行出发前的 最后一次检查 上午九点零三分 8014次中欧半列 按计划准时发车 小鱼上行线 小鱼上行线 北备方向 好 各一标写信号 请发动14次司机 新农舱九道 请发车 经过一夜的紧张准备之后 装载着44个集装箱的 80144中欧半列 开始了前往德国 杜伊斯堡的旅程 70个小时之后 80144列车到达乌鲁木齐 中欧半列 所有西巷出境的半列 都会在这里集结 重要的输友位置 为乌鲁木齐 带来了发展机遇 2016年5月 乌鲁木齐铁路局建成 并投运了 中欧半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 2016年5月26日 开行首趟新型半列 成为中欧半列 又一个开通城市 短短几个月 就实现了 每日一列的 常态化开行模式 乌鲁木齐集结中心的建成 为新疆的产业发展 带来了无限的可能 在乌鲁木齐集结之后 80144列车继续西行 七个小时后 到达中欧半列 在中国的最后一站 阿拉山口站 目前中欧半列 数十条线路 分别从阿拉山口 霍尔果斯 二连浩特 满洲里三条通道 四个出口 通往欧洲 阿拉山口口岸 是新型中欧半列的 重要出口 刘晋军是一名货运值班员 班列到达之后 他立即开始车辆 和集装箱的检查工作 中欧半列到达以后 我们获检人员 要第一时间出物上线 在15分钟之内 必须要检查车辆 必核对车号和集装箱 相靠 从车头到车尾 44个集装箱 超过800米的长度 刘晋军要在15分钟之内 完成检查工作 与此同时 通关手续 也要在6个小时内完成 阿拉山口铁路 国际连运大楼里 野路 海关 检业检一 三个单位联合办公 大大提高了通关效率 中欧半列搭载的 每一个集装箱 都随车配有一份运单 郭三所在的阿拉山口栈 护运车间 负责运单的录入与审核 所有工作都需要十分认真 不允许出现任何差错 这个运单信息呢 我们出港位 要对运单的每一项内容 就进行审核 比如像我们这个 第二次的 八国人天赋文件的 这个运单里面 记载的箱单发票 各一份 这里面的箱单 包括我们的发票 必须得要有 如果没有的话 这个在国外 是无法办理交接的 对方这个海关和国家 那是在国外 是无法办理通关业务的 所以会造成这个班列 在国外进行滞留 除了货物检查与票据审核 阿拉山口栈 还承担着一个 十分重要的任务 集装箱换装工作 由于哈塞克斯坦的 铁轨宽度为1520毫米 而中国的铁轨宽度 是1435毫米 所以出境班列 会在12公里外的 哈塞克斯坦多次特克车站 将货物进行换装 而入境班列的换装工作 则需要在阿拉山口站完成 44个集装箱 需要在50分钟内 完成换装 检查完80144列车之后 刘进军离一席赶往 换装车间监督换装作业 干了22年 货运值班员的刘进军 见证了中欧班列的迅速成长 以前班列也就是几天有一列吧 现在我们的作业的 每天都有四到五列 以前我是几年前 我是医院在现场 就可以检查这些现场作业 但是这两年不行 所以我们两个人在一块的时候 有个交替去作业 但是我们也感觉到很忙 完成了通关事项之后 80144中欧班列 从阿拉山口顺利出发 经过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 白俄罗斯 波兰 十天后到达终点站 德国杜伊斯堡车站 这期间每经过一个国家 都需要办理通关手续 最难的一关 就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流 交往 谈判 那么以铁总为代表的 主要牵通的 就是这些 以班列为载体的这种 运输的协同 相应的这种协议的谈判 那么有了一带一路的 战略引领 国家在顶藏上 各国之间 总体还是支持配合 从重庆到杜伊斯堡 14天的时间 11179公里的行程 很难计算清楚 有多少人 在为这段旅程保驾护航 而这只是每年上千列 中欧班列的其中之一 一个个艰辛的旅程 换来的是中国和欧洲之间 每年超过100亿美元的货物往来 是中国和欧洲企业 新增的无数商机 是中国和欧洲各国人民 通过一带一路建设 享受到的各类商品 中欧班列从中国30多个城市出发 通往欧洲 一条铁路大通道 为中国各地带来巨大改变 从郑州的工业企业 服装贸易公司 到云南偏远山区的咖啡企业 他们如何依托中欧班列 走向世界 敬请收看 走遍中国系列片 大国基业大通道 第三集 齐头并进